我和马克龙总统刚才共同见证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的签署 双方将生化航空航天、民用、核能等传统合作 培育绿色发展、科技创新等新合作增长点 包括共建碳中和中心、加强人才联合培养等 中国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愿同法方打造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的全链条 快速、协同机制 两国致力于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